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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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姓名无忧在做打算 我们武林中人 失去了武功就跟废物一样 要这姓名还有何用 总之 无论等一下那抑郁女子武功如何 你都不可欺过终品 否则 必定走火注目 当然了 办法倒不是没有 伤心姑娘 有没有可能将我体内的内力 先全数转移至另外一位武功高强的人身上 则通过漫漫尽力 取回内力 将可否恢复功能 此举虽貌似可行 但极为凶险 每个人所练的心法不同 况且经脉所能承受的内力 也是极为有限的 放眼江湖 能承载残象神宫第九层内力的人 着实不多 就算江爷爷也 这样吧 爷爷 武林各派都还在 我去安抚安抚 何爷 伤心姑娘 你给清流先开个方子 让她好好调养调养 清流怎么样了 她没事 只是受了些许轻微内伤 调了一下内力就好 安晨啊 你带伤心姑娘去药膳房 学学她的方子 万一伤姑娘有事走了 你可以给清流煎药了 是 伤心姑娘随我来吧 走吧 去去先听 去去先听 这个伯爷警醒 正是名弯不化 咱们的人明明是救了她 她居然杀了咱们的人逃走了 其他武林中人可看出你的武功 对付他们 还用不着咱们阴阳道的武 不过这个江青流 倒是有点真本事 残象神功 明误虚传 这个残象神功 只是五药心经的意志 威力尚且如此 可见炼成五药神功 真的可以称霸武林天下无敌 只可惜呀 五药心经已在我们手中 却迟迟得不到 你爹的那八句秘诀 恐怕 我也仅行这次逃出江家地牢 我们以后更难抓住她 当初要是被我炼成这颗不灭丹 我也仅仅就算知道那八句心法秘诀 也照样不是我的对手 十一年了 何时才能炼到第四层 何时才能炼到第四层 华掌门 你能坐下消停会儿吗 转得我头都晕了 薄爷景行这个大魔头跑了 你说我还能坐得住吗 江盟主 陈碧山庄多年为江湖之首 武林中人马首是瞻 因此一直将薄爷景行囚禁于此 方感西安 如今薄爷景行从陈碧山庄逃走 已不知所踪 极有可能再次危害江湖 陈碧山庄 是不是应该给在座的各位 一个交代 今日之事 确实是我陈碧山庄的疏忽 我现在就给各位一个承诺 就算搭上我这条老命 也会把薄爷景行抓回来 话是这么说 但是能否做到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 陈碧山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各位掌门 现在追究谁的责任 也无济于事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立即抓住薄爷景行 薄爷景行 十一年来不见天日 精神涣散 而且身体武功大不如前 相信他跑不了多远 如今唯一之计 就是在江湖发布通缉令 及诸位之令 将薄爷景行 速速抓回陈碧山庄地牢 我呢 已经安排下属 在临安城四周 张贴薄爷景行的画像 相信在很短的时间里 薄爷景行就会有消息了 今日时辰也不早了 请各位前辈 先到后厅用膳 今夜大家就小住陈碧山庄一晚 明天开始 我们正式全力抓捕 薄爷景行 清流气血两瘀 除却刚才说的那些药 这当归 还有这天仙藤 是必不可少的 待服过了两副药之后啊 可以加入一些人参 肚容 对了 这个药渣也是可以利用的 盐炬成粉 每日复于乳中 气海两穴 少夫人 太奶奶夫妇厨房 给少主熬了生鸡汤 还配了几分青团 少夫人看 还需不需要加点别的东西 要是可以的话 我就先送过去了 不用了 你放在桌上吧 一会儿我送过去 是 伤心姑娘 嗯 我听说 不管什么病症 到了你天香谷手里 都会要到病处 那是当然了 我伤心还没有遇到 我治不好的病呢 当然 心流这次负伤是不算的啊 我还听说 你和你父亲一个治病 一个疗伤 你就别提我父亲了 我父亲虽然医术高明 那就是不怎么讲道理 要我说呢 他就是认钱不认人 哪有女儿这么说爹的 伤心姑娘 嗯 其实 亲留在这次负伤之前 身体好像就不太好 我 我 我刚才给他诊治的时候 怎么没有发现啊 他怎么了 有什么毛病吗 也不一定是什么毛病 就是 好像很容易累 他事情多本来就容易累 那你就用老身给他煮点水 补补中气就行了 我每天都有做的 伤心姑娘 那个 怎么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呀 伤心姑娘 你有没有什么 生孩子的房子 啊 你又洗了 我跟你说啊 这保胎的房子呢 可不能乱开 嗯 来来来 我先给你争争卖 我是 我的意思是 让他想生孩子的房子 让他想生孩子 我 没有 清流啊 爷爷 你就按想身体 其他的事情都不要了 好 最重要的是 你内功全尸的事情 在你武功恢复之前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的话 爷爷放心 这件事情 请我心里无安 嗯 今天江家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 是薄言警行 从江家逃跑 第二件 是你内力全尸 哪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你都当不成这武林盟主 如果真是那样 武林盟主的备选 也不是没有 先不说 江湖上八大门派的掌人 就连百里家族 也是混事单单的 爷爷放心 这件事 清流绝对不会让它发生 嗯 好 明白就好 爷爷 我想问你一件事 说吧 今天下午在地牢的时候 我本打算按照您的吩咐 杀了伯爷警行 但伯爷警行却对我说 我父亲江少丧 不是他杀的 他还说什么呢 其他倒没有 但他就是不肯承认 所以我想来问问您 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我父亲 这件事情从你懂事 我就说了无数次了 十一年前燕荡山一战 你父亲被伯爷警行所杀 还杀了两个家丁 我也身负重伤 拼死才把他抓住 你行走江湖也不短了 你见过哪个恶人 主动承认过自己的罪行啊 他伯爷警行 要是肯承认自己罪行的话 你觉得他还会是 这武林中人人欲得而主持的大魔头吗 想想吧 天干物燥 小心火灼 小心 伤心 如果将我的内力 先转移至另一人体内 再慢慢取灰 这样可否有望恢复武功 此举虽貌似可行 但极为凶险 放眼江湖 能承载残象神宫第九层的人 只怕不多 你这个小娃娃还算有良心 比你那个狼心狗肺的爷爷 强多了 别成能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不可弃国中庭 怎么样 你现在知道了吧 所以啊 不听师父言 吃亏在眼前 再说了 别说你现在内力全尸 就算你安然无恙 也不是为师的对手啊 那不知道 你是不是长生丸的对手 小娃娃还学会顶嘴了 我劝你啊 还是快点放为师李凯 等我高兴了 自然会为你行功运气 放你离开 好啊 若没了长生丸 恐怕你今日踏出这个门 也挨不过门日 无耻小儿 我看 你是不想恢复内力了 你怎么能帮我恢复内力 那个女娃娃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 你也不动脑子想想 本尊怎么说也是全武林公任的 第一高手 你们江家的残像神功 也只不过是五药神功里面的一种 而我可是先练五药心经 又练八具秘诀 你想要找一个人转移内力 再一点点取回来 除了本尊 全武林唯一会五药神功的人 应该没有第二人选了吧 你真的能帮我恢复内力 当然 不过 你们江家囚禁本尊十一年 想要求我 总不能空手相求吧 你想要什么 现在嘛 我饿了 我饿了 其实也不饿 就是有点馋 我真想现在就帮你送入地牢 你不会的 你知道 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 说你的条件 我需要一年的时间 去搞清楚一桩陈年旧事 走火入魔并非一日可以痊愈 我保证你一年之后 可以恢复武功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可以不相信我 最多不过 我再回到这地牢之中 我已经习惯了 不过对你来说 可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江盟主 好 我答应你 不过这一年里 你必须随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 如果你能做到 就可以答应你 做不到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地牢 成交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爹的死 你必须告诉我真相 夫人 还是没有消息 没有 不愧是伯爷警刑啊 被关了十一年了 一逃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各关口要到都安排了人 凭他现在的情况 量他也逃不了多远 他不想来 就证明他也有想找的人 想想他会去哪儿呢 他要找谁我不管 但是我要找他 报我的杀父之仇 对 杀父之仇 清流 我是婉缠 清流 清流 婉缠 你怎么了出了这么多寒 我刚刚出去散步了 所以出了些汗 我还以为你在书房 我刚想推门进去 丫鬟们说你饿了 我就给你准备了点心 我给你拿进去吧 刚好饿了 对了晚餐 我今天晚上 好有些事要处理 会忙得很晚 这个我留下 你先回去吧 那你今晚 会不会放睡啊 婉缠 你也知道 今天庄里出了很多事情 我啊 还需要连夜处理一下他们 估计会忙得很晚 所以 我今天就打算在书房睡了 你啊 赶快回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 你照顾好自己 好 伯爷锦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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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伯爷锦星 你竟然是个女人 是就是呗 对了 这个洗澡水不是我要的 是侍奉你那个小娃娃 自己送进来的 你放心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儿 伯爷锦星 你竟然是个女人 这么多年竟然没人发现 你告诉我 你真的是伯爷锦星啊 本尊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洗干净了 还是伯爷锦星 夫人 这是您最爱吃的青菜 对身体好 您多吃点 金流怎么还没来啊 回老夫人 少爷身体有些不适 是 就让你们先吃 不必等他了 金流又有哪里不舒服啊 少爷说 身体有些乏困 不想走动 晚饭已经主妇厨房 直接送到少爷房间里了 伤心姑娘开的方子 按时给少爷肩服了吗 回老爷 少夫人每天都按时 叮嘱厨房煎药 送去给少爷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少爷 今日有些古怪 有何古怪 就是今日少爷忽然食欲极好 也是忽然极好 一日三餐全部吃完之外 还要杯些茶点吃 能吃是好事 晚饭 一会儿你去看看金流 为人妇要吃冷暖 多说出提起话 是 你先下去吧 少爷想吃什么 就让厨房做 是 老爷 来 我真命 怎么这么苦啊 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说 如今孙儿的身体又成了这样 这是要让我们江家绝后啊 算了 吃饭 好 嗯 这么多好吃的都没有合你胃口的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运功疗伤 这么着急啊 我还以为 凭江盟主的功底 至少还能挺个一日半日的 少给我废话 我看 你是开始怀念你的地牢生活了是吧 不想 不想 你 拿来吧 你还要什么 长生丸啊 你不是要疗伤吗 你忘了 是谁把我变成这副 体弱多病的身体了 要不是为了长生丸啊 你以为 本尊还需要躲在你这副破瓦下 委屈求全吗 你知道就好 咱们这叫公平交易 我说啊 你又补没补啊 我认诺 你会儿瓦呢 我认识 你不会是什么 你不僵 你不让我认识 我知谁 他在了 上一位 他在我里面 气生于底 乌气顺畅 气沉丹田 调整内心 如今 我也将你体内三分功力 传入到我的体内 按照你现在的承受能力 应该安息调养 待三日之后 我再取你两分功力 好 谁 少爷 是崔雪 黄氏 前边传话 说是老爷在书房 找你有事商量 退下吧 是 爷爷 你有事找我 爷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爷爷是担心 想看看 你恢复得怎么样 爷爷放心 所有的身体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伤心姑娘开的方子 都按时服用了吗 都按时服用了 那就好好休息养好伤 尽快恢复功力 现在 你已经是无联盟主了 还有很多大事 等着你去做 好 对了 爷爷 有件事想问您一下 说吧 伯爷景行 确定是个男的吗 不是男的 还是女的吗 对了 京风误传来消息 说阴阳道已经动手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 在他之前 抓到伯爷景行 这样你的武林盟主地位 就坚不可摧 好 赶紧去养伤吧 那孙儿先退下了 少夫人 少夫人好 请留在书房吗 刚才老爷找少爷有事 不知道回来没有 这个药先给我吧 不用了 我自己送 哦 清流 你在屋里啊 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山姑娘说 一定要趁热喝 清流 你 我把药放桌上了 你一定要趁热喝 清流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我知道 你这几天身体不适 如今你已经是武林盟主 今后的事物只会越加繁忙 现在不说 我以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 我以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 就是 就是 我们澄清已经两年了 奶奶今天又责怪我 没有为江家天后 我没有要抱怨奶奶的意思 只是 你总这样对我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呢 算了 我 你好好养伤吧 我先走了 好 走 去吧 有点意思 好 死你一死 整个娇武 唯武无尊 各大门派的掌门 都已打道回府 您二位却一大早就来找我 怎么 昨夜在山庄 做了噩梦不成 伯爷警行 是在江盟主眼皮底下 逃之夭夭的 不知道整个陈碧山庄 昨夜休息得好不好 那么 你们是来兴师问罪的 还是来落井下石的 老盟主 我们听说新盟主 身患重疾 特意来看看 西武之人略有小样 不足为奇 至于伯爷老贼 我和清流 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不日 便可取其向上人头 伯爷警行 虽然被关了十一年 但是凭他的功力 也不是白给的 如果抓不到 怎么办 那白里掌门想怎么办 如果我抓到了伯爷警行 那五行龙印 是不是就是我的 那就得看 百里公子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好 就等老盟主这句话 如此 老盟主 告辞了 总客 宁萧 你看 这百合前几天还没有什么动静 今天便已经开花了 多踩点 奶奶最喜欢百合花的香味 说是清香淡雅 小姐 老夫人都那样对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她这么好 奶奶那是为我好 为姜家好 你现在不懂 等你哪天嫁人了便明白了 我才不想嫁人 万一遇到个恶婆婆怎么办 不许胡说 宁萧凌月一直都跟在小姐身边 傻孩子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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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位公子 公子是否是迷路了 夫人果然好眼力 不知夫人是 你连我家少夫人都不认识 这位可是新任武林盟主 江青柳的夫人 原来是江少夫人 在下初来乍到一时眼拙 没有认出 恕在下无礼了 公子不必多礼 如果公子是来这花园赏花的 请自便 如果是迷了路 妾身可为公子指引 这个 不知公子有何事 夫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清柳怎么将这房中之事 也讲给公子听啊 至于我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早年清柳兄游历江湖 一搏云天 我们私交甚好 所以他曾请教过在下 我也答应过他 这事啊 我帮定了 那 你怎么帮啊 在下认识一位神医 保证夫人的心结 要到病除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夫人 如何找到这位神医 只是 只是什么 不知夫人可否也愿意 帮在下一个小忙 助人乃分内之事 晚成当然愿意 好 是这样 清柳兄曾说过 江家祖传的长生丸 可以让人容颜永驻 在下家中有一老母 如今重病缠身 只想在临终前 能够赞保容颜 不知夫人 可否愿意替在下寻得几礼 让家母能够得偿所愿 也让在下能够尽一份孝劳 公子的一片孝心 让婉蝉敬佩 只是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长生丸 既然清柳向公子提起过 那公子为何不问清柳所要 是这样啊 区区几粒长生丸 在下实在不便麻烦盟主费心 毕竟这武林庄的各种大事 已经让盟主够忧心的了 况且盟主现在有样在身 这样 今晚虚实 就在这花园门口 我会带着这位神医前来 到时候 夫人可一定要拿着这长生小药丸 来见我啊 可是妾身 从来没有见过长生丸的模样 怎么办啊 就是一种血红色的小药丸 夫人可一定要来啊 公子 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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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不能好好地待在屋子里呢 哎呀 屋里太闷了 我出来透透气 顺便参观参观你这沉碧山庄 果然是武林豪门哪 气派吧 你会遇懂别人吗 没有 锦公子啊 哎 少爷 你这这这这就不错了 您醒啊 公子 这是您的茶碟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少爷 锦公子说救过您的命 那对我们江家来说 就是我们天大的恩人啊 锦公子 大恩人 不敢当 不敢当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啊 嗯 小姐怎么了 我看您心绪不宁的样子 少夫人 你 宁香 你先回去吧 我突然感觉到有点气闷 想在这里透透气 那您先在这里陪着小姐吧 嗯 不用 你先回去背着沐浴的热水 我一会儿就到 是 那这灯 你拿去吧 那少夫人早些回去 这里蚊虫众多 咱们怎么回事啊 公子不是说在后花园 我是怕天黑 夫人不方便 就自己找来了 怎么样 药 找到了吗 这是我从草药阁礼泊那里要来的 知道是不是 是 神医今天有事来不了了 你就照着这个地址去找 就说 是一位姓景的公子介绍的就行了 咱们的交易完成了 少夫人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去吧 去吧 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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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家小儿兵不厌诈 今日就让为师 好好给你上上最后一课 这怎么办 什么呀 都是 这死神啊 出来 干你了 这人是谁呀 走吧 走吧 真美 走啊 不认识 走 师兄 我说是你的男神 伯爷锦刑重获自由了 又不是你重获自由了 你在街上瞎费什么呀 你等个屁 这可是我等了十一年的男神呀 苍天不负我南山客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